今天再来谈谈一经里的理财之道 一经教你怎么理财 在周一六十四卦中 跟钱财有关的有钱卦 大有卦 大处卦 骨卦 臀卦 小序卦等 这一次说说小序卦 小序卦讲的是如何积累财富 又叫封天小序 卦向上卦是迅下卦 是钱上迅为木 为风 下钱为天 为钢剑 为金 小序卦是讲以小序大的智慧 这一卦告诉人们 在做某件事情之前 进行一次力量的积蓄是有必要的 凡事不可能顺风顺水 一挥而就 如果在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成事之前 要停下来积聚一下 就像下雨之前 水蒸汽酝酿成云 然后聚集着 到一定程度就会下气雨来 小序卦下卦是钱 代表钢内在要阳钢坚毅 想继续存的助能量 你内在要钢 要像钱卦一样 钢墙有原则不动摇 不会受到外界影响 这样你才存得住金钱财富等等 上挂视讯就是像风一样 当人在积蓄力量的时候 外界常常会有阻碍 例如来借钱的人很多 你要怎么办 拒绝怕得罪人 伤感情 所以要像风一样飘 用软钉子拒绝 不让对方夺取 例如你可以说 我才想跟你见 家里人家来要债 怎么你就来了 装可怜哭穷等等方法 这样的软招 比较不会得罪人 钱财保住你就能小叙了 当你弱小 又有被人家惦记的资源的时候 因为硬钢不是明智之举 来看小叙挂的挂词 代表你的外在 要阴柔忽悠借口 用软钉子 内心刚硬的拒绝一切 你才能小叙积累财富 小叙挂十一小博大的智慧 虽然自己本身实力不足 但是如果善于利用 各方的矛盾和资源 积小胜多 以柔之刚 以阴之阳 也可以小叙 大自然 在矛盾双方对比 力量悬殊中 阴阳不调 进展不顺时 经常出现 对一种自我调节状况 小叙哼 命云不雨 自我蹊跤 天上有风云 想形成雨下下 但重点是要积累足够 才会下雨 而风吹的方向不一定 一部分的云 只能靠风 从西北吹往东南聚集 云已往东南聚集 多了就会下雨 自我蹊跤为云 部分部分移动 最终积累到能量 完全就会下雨 人想要达到一些目标 跟云要变成雨一样 例如买房买车等等 要靠自己小数量的 叙叙积累 不断累积 聚集储蓄 累积财富 通过积累小额资产 逐步增加自己的实力 直到跟云够多下雨一样 在小有积蓄的时候 还只是刚刚站稳了脚步 没有办法采取大的行动 事事都得储蓄力量 击杀成塔 要好好培植自己的实力 等待时机 人在实践中 需要注重以单位处事 不超越自己的能力范围 做到有积蓄和储备 才能取得事情的成功 向约 风行天上 小叙 君子以亦闻德 当然小有积蓄的时候 就要考虑下一步的发展 修养自己的个人认知能力 与专业能力 在小有积蓄时 能力还不具备 做大事的条件和能力 不能做大事 这时候要把握时间 好好修炼自己 因为风还在天上吹 等到水气足够 自然就会下雨了 小叙者 物应善小而不为 不要忽视一些 看似微小友善的事情 积累多了 他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和事业 产生重大的改善 让我们来看小叙卦 第一要 原文 初九夫自道和奇旧 记忆 就是走大道回家 回归正途 走自己的路 有什么罪就可言 记忆 回归正途 忍迷途而返的意思 此比喻君子回归到自己的原则 也就是说 一切事情在开始的时候 尤其需要谨慎面对 以免后患无穷 第一要 要能够自反 自己反省 赋于道 向约 赋自道 其意即也 把影响正确的路上的欲望 和念头消除掉 想储蓄 就要遵守原则 不要动摇走错路 如果被影响 要改回到自己初心 继续积累 行动要能验证到初心 不断往正确方向调整 才能逐渐发展壮大 走回对了路子 积累储存力量 也就是极力的 第二摇原文 九二千负疾 牵引而回家 疾 比喻继续努力积累 向约 千负在中 亦不自食也 已经动念的时候 要以沉浸来限制 要牵制 要控制 因为九二纲中 有德行 上下三阳同体 可以牵连 联合起来 他们要一同走 一起合作 共度患难 用力走上恢复之道 结果是吉祥 第三摇 不要太过强硬原文 九三于说服 夫妻反目 向约 夫妻反目 不能正视也 念头已经发出来了 已经动了念头 就很难停止 不容易拿掉了 因为九三阳气过盛 有充足的实力 容易骄傲 自以为是 就像车子的轮轴脱掉了 不乘其为车 寸步难行 不能动了 经过初九九一挂后 存了钱 有了积蓄 夫妻关系 竟因积蓄分配反目 所以因钱财 惹获张扬就麻烦了 有点积蓄 朋友老婆一堆出来要钱 身边的老婆最早发现 所以反目 所以想要继续继续 必要有距离 要有警觉心 第四摇六四 有福 血去剃出 无救 向约 有福剃出 尚何置也 意思 有诚信 血流去 恐惧除 无罪咎 小有血光之灾 虽会流点血 历经恐惧 但能够免于罪咎 白话一点叫破财消灾 钱存够中药破财 猪养肥早晚被杀 但只要秉持诚信 恐惧自能消除 不会有事 秉持诚信 就是有戒有还 再戒不难 双方都要有诚信 你的财富就安全 六四摇处 护体离中 对上 离为兵戈 对为瑞为伤 因此有血光之灾 但借钱他人流血损失 是早晚的事 甚至反目成仇 第五摇九五 有福鸾如腹 以麒麟 像约 有福鸾如 不独富也 像此上说 有福性而相互连带 这是说 君王实现全民的富有 而不是只有自己的独富 领导者能诚信地 与大家新手相连 紧密配合 同心协力 有福同享 良性的循环 会由小婿转趋富有 作为小婿挂的君卫九五 要化解命云不予的局面 把你的富 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 富有之为大业 尽可能帮助所有人 让大家能共同富裕 九五之尊 是皇帝古代治理国家 要懂得分配资源给天下 国家真正的富裕储蓄 藏服在名 领导者带动共同富裕 由小婿变大婿 第六摇 原文 上九 既与既处 尚得在 负真利 岳己望 君子争凶 相约 既与既处 得姬载也 君子争凶 有所遗也 白话 欲已经下了 也已经停了 希望车子得以运载 准备出行 妇女艰真而艰苦 已经跃人之时 君子出征不利 凶 因为上九 是小婿的最高点 处养已经到了收获的时期 各种潜能都实现了 所有的趋势 全部展现出来了 有了结果 都得到了安顿 这时候要推崇德行 如果得不配位 对身上有巨额财富的人 相当凶险 很多富人都要去做善事不失 因为一有钱就会有危险 骗你的人来了 害你的人来了 绑架你的人来了 或用美女诱惑你 用贪心陷阱 投资赌博 做生意利诱你 让你入局骗光你 跟你一样 或比你穷的 看你变有钱 就极度眼红 然后一堆亲朋好友 来向你借钱了 所以君子出征不利 要等待时机 不能轻举妄动 小婿知己而成 不可急于囚禁 碰到雨阴止 不必冒雨而行 既然已经下雨了 就不应冒雨行事 要处止 否则必有特殊原因 才能冒雨而行 懂得时与事 急正 做事 时时 时事 时正 就能快快乐乐享受成果 想成大事 必先学会吃亏 有得才能在 呼应了君子厚得债务 天知道是损有余 累积多的有钱人 要守住 也是相当不容易 很多有钱人 其实过得比穷人更苦 每天操心怕失败 怕吃亏 怕人害 吃不饱睡不好 所以君子征凶 动弹部的人 知足常乐 是第一名 钱财死不带去 所以我们达到小康 足够是最好的境界 太多反而有害 因为驾驭不了金钱 大部分中了乐透大奖的得主 都会反评 而且会有很多灾难降临 因为有钱后 人容易被欲望牵着走 迷失自己本心 这一挂就是要告诉我们 钱累积到你无法驾驭 是灾难 越有钱越要修得低调 所以前几挂驾驭前就是急 以上是我对一经小序挂的解释 希望对你有所启示 祝你走向成功 谢谢收看